藝人Eric Kwok和葉佩文夫婦早前在電視節目大爆 原來兩人婚前各自有過外遇 女方更加見男方不忠在先 失衡報復式偷食 這件事引來傳承熱話 我們以問卷訪問50個街埔18至29歲的年輕子女 當中有五男三女承認曾經偷食 更加有兩個人說過至少五次 如果這麼不幸遇上對方偷食 你會怎樣做呢? 一半人就說會先了解情況 更加會暗中搜集罪證 萬一攤牌也有渣男 偷食情況變成商機 近日內地購物網站 有人出售名為 測試男女朋友中程度的服務 真是怎樣玩呢? 性稱受專業訓練的測試員 會用即時通訊軟件 向你另一半發動攻勢 為時一至三日 收28至80人民幣不等 如果他這樣也不中招 厲害了 只要給100元買金牌服務 便能請到最強測試員出手 到時真是問他死了 不過實情是否真的那麼厲害呢? 我們放射調查 所謂專業測試員氣爆 前戲都懶得做 聊幾句 單都靜入 我想弱炮 嘩! 真是太淡笑了 大佬 不少受訪者都覺得 不應該掘個桶給另一半去踩 一段關係是建基於信任上 如果你用到這些服務 即是你某程度上 都不太信任你的伴侶 或者你男朋友 你們一起不是突然之間 你們可能經過時間 然後才判斷兩個人走在一起 未必需要走到這一步 或者去試他 事駕證探文顯南說 調查男女朋友的委託 近一年增加一至兩成 委託人以女性為主 而且有年輕化趨勢 OwenTV都看電視新聞看不得